我们学的那么多东西 那么复杂 那么乱来 梳理清楚你们的思路 刚才咱们学的是什么 告诉我 刚才咱们学了那么多是什么 要给我打拳啊 是什么 是居民个人在取得 工资薪金的时候 欲扣欲缴的方法 清楚吗 好 那么接下来 你除了取得工资薪金 你还能够取得什么 同学们 老物报酬 搞酬 特许权收费 老搞特 这也是在综合所得里边的 所以呢 咱们其实啊 到目前为止 学了两个方法 对吧 这两个方法的关系是什么 来 这是全年应纳水额 的那个计算方法 全年算总账 全年算总账里 这又有工资薪金 然后这又有老搞特 所以我们现在刚才学的那个预扣欲缴的方法 同学们对应的是哪一块 对应的是公资薪金预扣欲缴的方法 那么现在我们来学什么 那就是底下这一块 它对应的预扣欲缴的方法 所以这一个啊 这个概念 正在你脑子里边先成型 我们全年应纳水额市 功劳 搞特 都合一块 但是咱们预扣预缴 这咱们是分开学的 先学了工资薪金 现在咱们来学 劳务报酬 搞酬 和特许权 使用费 那么公是预扣预缴的 应纳水 所得额 注意这里面 没有累积了 为什么没有累积 因为咱们只有工资薪金 是用那个累积预扣法 咱们这里 劳务报酬 搞酬 特许权使用费 咱们就是按4 每一次 我就给你预扣预缴 所以我们这里的公式呢 是你每一次 给你预扣预缴 怎么算 好 来看 注意这里面 仍然是收入 不是收入额 那就是说 全额 全额减去一个费用减除 那这里面呢 费用减除 到底是多少 来看后面的表格 这个表格呢 先看 这一流 来 费用减除 注意 劳务报酬 搞酬 特许权使用费 他们有基本的费用减除 都是一样的 每一次的收入 记住 不扣任何东西 就是收入去跟4000比 不到4000的 这个费用减除就是 减800 如果收入超过4000的 这个费用减除就是 收入的20% 换个说法就是 乘以 一减20% 相当于是怎么样 相当于是 仍然是打了个八折 所以呢 收入区别4000比 不到4000 减800 如果是在4000以上 减除20% 那就相当于是打八折 如果您是搞酬 记住 如果您是搞酬 搞酬 费用减除 仍然是按照两种情形 如果是搞酬的话 再打一个七折 那就是再乘一个70% 所以这是咱们的费用减除 费用减除说完了 那咱们其实这个 应纳税所得额的公式 就出来了 对不对 有了应纳税所得额 的公式 然后应该用 应纳税所得额 乘上什么 按道理 应该是乘一个税率 对不对 那乘以税率之后 注意同学们 咱们这儿应该是 预扣预角 所以我们就不叫税率 给它改个名 但是换汤不换药 预扣率 它仍然是个税率的概念 你会发现在预扣率这儿 劳务报酬 跟特许权使用费和税收 它的预扣率是不一样的 特许权使用费和税收 它的预扣率 同意 恒定 20%不变 但是劳务报酬呢 仍然是一个告诉我 这个小框格里面采用的税率形式 叫做什么样的税率形式 这叫什么 超额累进税率 明白了 所以劳务报酬在预扣率这儿 用的仍然是一个超额累进税率 要不要备 我对你们要求比较严格 我要求你们这个表 备下来 考试的时候 有的年份他给了 有的年份他没给 所以咱们呢 不要抱这种侥幸心理 还是要背一下的 好吗 这仍然是 预扣预缴的 因那税所得额 拿因那税所得额过来 找到底用哪个税率啊 对应的素三扣出数是多少啊 234027 这个其实也很好记得 只不过左边这个集聚 你得稍稍背一下 那么好了 来到这儿呢 其实你光看哈 这个公式 挺简单的 但是呢 我跟你说啊 同学们也是特别容易迷糊 来 同学们 再帮你们梳理一下啊 简单写了哈 老务报酬 特许权使用费 还有 稿酬 三个项目 首先第一件事告诉我 应该算什么 先算因那税所得额 对不对 因那税所得额 我们这几项 这两个 一样的是什么 来 收入 减一个什么东西 分两种情况讨论 收入超过 不足4000的 减800 收入超过4000的 乘以1减20% 好 还有吗 还有没有 没有了 对吧 没有了 好 搞酬怎么算 因那税所得额 仍然是跟4000比 不足4000的 减800 超过4000的 乘以1减20% 然后括号 括起来 完了之后 别忘了 搞酬 我再打一个7折 所以这是 因那税所得额 我们的计算公式 明白了没有 好 那么因那税所得额 计算公式 有了之后 接下来我们是叫 预扣率 对不对 预扣率 是多少 劳务报酬 这是0到2万 2万到5万 和5万以上 分别是234027000 这是我们 劳务报酬的 超额累进 预扣率 那搞酬和特许权 使用费这块 我们的预扣率 统一是20% 恒定的 所以这是我们 劳务报酬 搞酬特许权 使用费 分别说 计算这俩东西 计算出这俩东西 中间是什么关系 承担关系 对吗 来 有的人说 从来没有这么透彻 你说这话 我特别爱听 希望大家都夸过我 这种 你要是觉得 我想的好 你就说出来 让我会特别欣慰的 搞酬有没有算 没有算复 为什么 因为特许权 使用费和搞酬怎么样 人家都是单一 比例是率 就20% 没有别的 好吗 好 请问同学们 前面这收入 请问扣不扣任何东西 扣不扣 不扣 我们这是就是收入 听到了没有 就是收入 不扣任何东西 这个叫什么 同学们 这个叫什么 这叫费用减除 这叫费用减除 明白了吗 所以这儿 非常清晰了 就这个表 大家给我背下来 就行了 好了 那这是我们劳务报酬 搞酬和特许权使用费的 就是说实话 你看这个表 你不如看我刚才给你写那个表 清楚 对吧 好 那么这儿咱们就过了 好了同学们 到此为止 你们在综合所得年度应纳税额的计算 是不是已经会了 然后还有一个是综合所得 我们分类讨论 分类讨论 我们分为了工资薪金 还有呢 劳稿特 这边是什么 这边叫做预扣预缴 来跟我一起 把咱们前面学的所有的计算方法 来梳理一下 年度 算应纳税额的公式 来 打在评论区 咱们回过来 年度应纳税额来 收入额 工资薪金 百分之百计入 劳务报酬和特许权使用费 是打八折计入 我写80% 其实就是乘上一个括号 一减20% 一码事 因为我这儿呢 空间有限 我就给你减写了 这儿 打五六折计入 那请问同学们 我在打折计入到收入额当中 我有没有说 不足4000减800 超过4000减20% 这个规定 有没有 想想 没有 斩针 斩钉截铁的跟我说 没有 因为这儿我们就是直接打折 没有跟4000比那回事 收入额有了 生计费 生计费固定减什么 固定减六万 好 然后专项 专项扣除 专项扣除 这其实咱们就是按照您当时当年实际交了几个月的就减多少钱 然后专项附加扣除 专项附加扣除 咱们在算年度总账的时候 咱们的原则是什么 告诉我 看符合条件的月份数 对吗 好 还有一个其他扣除 那其他扣除 我请问同志们 假如说 我这个其他扣除 是我买的那个什么 税优型的商业健康保险 那这种情况下 我允许扣那个保险费 最多最多扣200块钱一个月 请问同志们 这是按照什么 这仍然是按照您实交了几个月 对吧 所以这个其他扣除 本质上仍然是按照一个实交 那么商业健康显示次月 地延型商业养老保险是当月这个小细节 了解一下就行了 好了同志们 年度算总账 综合所得的年度应纳税额公示 就是这个 所以不管我们这个工资 薪金劳务报酬 搞酬您年度中间怎么变化 咱们年度算总账的公式都不会变 都是左边这六 清楚了没有 那么接下来 劳务报酬 搞酬 特取权使用费 他们的预扣预缴 预扣预缴 我们分为两个分支 第一个分支 我们先来给他写工资的 为了 目的主要是为了跟左边的这个年度应纳税额进行一个对应 先来写工资的 好 请问同学们 累计预扣法 请同学们把公式给我列在评论区 首先第一件事是累计收入 这累计收入就是您实际赚了几个月的钱就写多少 对吗 也没有什么打折了 因为这咱们只是说的是工资 好 累计收入完了之后 注意这 是5000元一个月 但是这5000元一个月有两种特殊规定 这两个特殊规定是什么 有没有同学记得 第一个咱们就简单写了 帮助你回忆起来就行了 大学毕业生 第二个 这个低收入人群 好 那你告诉我大学毕业生是几个月 大学毕业生是直接本年到现在的累计月分数 那低收入呢 从一月份开始直接减六万 所以这是一个大学毕业生和一个低收入群体 好 5000元一月减完了之后 专项扣除 专项扣除直接按照您实际交了几个月的社保 就减几个月 跟我们年度应那时候是一模一样的 好 专项附加扣除 注意这儿我上节课给大家提出来了这一点 很多同学容易迷糊 专项附加扣除在累计预扣法里 怎么着 记住 本单位 那当然您也得符合条件 好 什么叫又是本单位 又是符合条件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有点难 来我给你去看看哪个同学 这个思路清晰能够反应过来 咱们仍然是那个大学毕业生文问 那个大学毕业生文问 几月份工作的还记得吗 九月份工作的 那这个文问九月份工作的 好 我告诉同学们 他九月份工作 他公司再给他九月份个税算完了 已经过去了 那到了十月份 这个大学毕业生文问啊 家里边有点底子 然后呢 他刚一毕业 这家里边就给了他钱 让他贷款买房了 十月份签订了住房贷款合同 开始偿还住房贷款利息 这是一致条件 好同学们 请问 三月份 就九月份已经过去了啊 到了十月份 这个单位在给他做累计预扣的时候 专项附加扣除 在十月份的时候扣几个月 扣一个月 对吧 扣一个月 好 那我再把这个例子 我再给你增加难度 那 那这个咱们就顺着问下来 如果说这个文问 说全年算总账的时候 到这边来了 同学们 请问 这个文问的住房贷款利息支出 你告诉我扣几个月 全年算总账的时候扣几个月 想清楚啊 扣几个月 我十月份开始买的房子 扣几个月 十 十一 十二 因为要符合条件的月份 扣三个月 好 那我再改一下 我说呢 我十月份开始偿还住房贷款利息 然后呢 十一月底 我家里啊 一次性给了我一笔钱 让我把这笔住房贷款全额给还清了 合着我签这个贷款合同 我还贷款利息 我就还了十月 十一月 两月 请问这个时候 咱们再算年度税额的时候 扣几个月啊 您就只能扣两月 这就是符合条件的概念 听明白了没有 同学们 就是帮我们插电源了 好 OK了 同学们 那这里面啊 自己呢 就是基本上 大家就都已经清楚了 这些内容 好吗 那好了 专项附加扣除讲完了 接下来是我们的其他扣除 其他扣除 仍然是按照实交的原则 进行扣除 好了 工资薪金 咱们就搞定了 好不好 那么接下来 老稿特 老稿特呢 这个就是咱们就不写了啊 刚才我给你们画的那张题板 那就是老稿特的计算方式 在那一页上都搞清楚了 所以同学们啊 到现在为止 你们所有的综合所得 甭管是年度算总账 还是呢 咱们这预扣预缴 工资 薪金 老稿特 同学们 你们都会算了 听明白了没有 我告诉大家啊 咱们现在讲的这些东西 这张题板上的东西 是对你们所有人都必须要会 今天这个课 我跟你说了啊 咱们这是难度的添花板 你如果这呢 你说你数学不太好 公式呢 有点迷糊 然后到底算几个月的 让迷糊 咱们回来一定要再重新看一遍 不管你是二倍速 还是三倍速 你一定要再重新看一遍 同时自己一定要回去 给我好好复习一下 因为这难度太高了 说实话 50%的同学 你只要看一遍的话 就想会的话 很难 听明白了吗 同学们 所以这你需要 对自己需要再复盘一下 听明白没有 好 那后面呢 咱们再来 这个呢 学生实习取得这个导报上呢 计算方法 我只给大家略掉了 为什么呢 不想给你们增加负担了 这考的概率几乎百分之一下 所以这个咱们就不学了 那么注意这里面啊 我要跟你说 这里面有没有让你掌握的 有 让你掌握的是什么 是这个概念 同学们 他经常考过这个概念 学生实习的时候 注意这里面不是说 大学毕业生工作了 是您还没毕业呢 大三大四去公司实习 实习的时候 您拿到的实习的工资 给他定性 属于什么所得 属于劳务报酬所得 明白了没有 所以这是要求大家掌握的 学生实习 没有正经毕业 他没法签劳动活动 所以他拿到个实习工资 其实啊 虽然叫实习工资 但是他其实定性 是属于劳务报酬所得 明白了没有 好 接下来 有一类特殊人群 保险营销员 证券经纪人 他们的收入的计算方法非常特殊 好了 讲到这之前 我先跟同学们说一下 这儿呢 是对同学们的一个拔高要求 听我说了哈 前面我讲的一些计算 您是务必 所有人都要掌握的 那么这儿呢 你如果觉得哈 你如果想 怎么说呢 就是说你如果想考一个 85分左右 我觉得你这儿 还是要好好学的 但是如果您说 您就是60分万岁 对吧 您多一分都不想考 但是呢 这儿呢 我觉得大家可以 你要听不懂 就拉倒了 这是一个拔高要求 听明白了 因为他考的概率不高 这讲的是什么 首先第一个 所有人都必须过记下来的 定性 这两类人群 保险营销员 还有证券经纪人 他们取得的这些佣金 首先性质 所有人必须背下来 来给我打在评论区 是什么所得 是劳务报酬所得 但是虽然它是劳务报酬所得 我们在给他计算 预扣预缴的税额的时候呢 我们没有用咱们前面讲的 那个劳稿特的预扣预缴的方法 我们直接啊 给他用工资薪金的 累计与扣额 虽然属于劳务报酬 但是我们用的计算方法 却是累计与扣额 而且这里面还要求大家 有一个事要熟悉 这里面的公式 我们有一个收入额 减去累计减除费用 减去其他扣除 减完了之后 这是我们的累计 应纳税所得额 那么注意这里面 收入额到底是什么 收入额直接用收入 乘以一个 1减20% 这是收入额 好 那么接下来 收入额有了 累计减除费用是多少呢 大家们来看右边这 累计减除费用 是我们的5000元一个月 那就是咱们那个生计费 截至本年 本月 在本单位的从业月份数 好 记住 同工资薪金累计预扣罚中的 一般规定 累计减除费用之后 是一个累计的其他扣除 注意这里面有一个展业成本 这个展业成本是这个保险 营销员 证券经纪人比较特殊的一个项目 展业成本怎么算 是收入额的25% 什么叫收入额 收入额就是这个东西 所以展业成本相当于就是您拿收入 乘上1减20% 再乘上25% 什么叫展业成本 就是那些保险营销员 证券经纪人 你想想他们这是风里来雨里去的 卖保险 然后给人证券开户等等 卖一些金融产品 所以同学们他们很辛苦 他们很辛苦 我们就看 他们这么辛苦 肯定有很多车马费 这就是允许他们扣除的 交际费 车马费 业务报酬 他们的业务成本 同时 付加税费 还有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 这是我们的累计其他扣除 来同学们 注意这里面三件事 第一件事 他用的方法叫做累计预扣法 来我跟大家说 我希望大家要给我掌握的点 我都写在这张题板上 大家直接按照这个题板上内容 直接给我背就行了 第一 方法 用累计预扣法 第二 累计预扣法 我们不知道算一个累计的 应纳税所得额吗 累计应纳税所得额的公式 你要算一下 这是预扣预角的事 等于什么 收入 注意这个收入 如果他要交增值税 它是不含增值税的金额 但是现在 咱们增值税 对于那种金额比较小 金额比较低的 月销售额不足数 咱们都免税了 所以这个增值税 你也不用考虑 题目里也不会给你增值税的情形 请问同学们 收入乘上一千百分之十 这个咱们的名字叫什么 叫收入额 对不对 收入额减去什么 减去这里面我们的 累计的减除费用 累计的减除费用怎么算 五千元一个月 跟我们工资 新金额扣法一模一样 好 第三件事 减的是 累计的展业成本 其他税费 其他扣除 但是这最重要的是展业成本 展业成本等于什么 收入乘以一减百分之二十 乘上一个百分之二十五 所以这就是它累计 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公式 基本上 咱们省略了一些项目 那些项目不可能考虑的 所以咱们就把这个公式简化 你就给我记这个就行了 如果你觉得这个还难记 来同学们 把这个公式给我变形变形 你会发现这个公式变形出来 是什么样子的 减去五千元一个月 乘以月分数 对不对 变形完了之后 就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你记哪个 反正你能记住就行了 听明白了吗 这25% 这叫做什么 记住 这叫做展业成本 这个大家也需要给我记下来 好 咱们这儿说了半天 说的是什么 预扣预缴法 预扣预缴的时候 那请问同学们 如果再算年度应 应纳税额的时候 你告诉我 保险营销员 证券经纪人 他们赚的性质是什么 劳务报酬 对不对 劳务报酬 他得往那个收入额里寄 劳务报酬往收入额里寄的时候 怎么寄呢 怎么寄 首先这张图 截屏三二一 过了 然后这张图就没有了 劳务报酬往年度应纳税 是个收入额里寄的时候怎么寄 咱们一般规定是怎么样 一般规定是打八折计入 对不对 来看这儿 在计算收入的时候 记住 我们收入额减去百分之二十的展业成本 再减去附加税费 注意这里面减的东西有点多 您是把这个中括号里的东西给并入了当年的综合所得 所以同学们保险营销员 证券经纪人 他们的这个劳务报酬吧 在并到年度综合所得的时候 不光打了八折 你想想还怎么样 还扣了一个整业成本 还扣了一个附加税费 当然这个附加税费现在基本上没有 所以呢 他是先打八折 再扣整业成本 再扣附加税费之后 他才往在算年度总账的时候 才进入到收入额当中 来看一道题吧 同学们 保险营销员小王 2021年1月份取得了不含增值税的佣金收入 一万五千元 首先 我们算预扣预缴的个人所得税 对不对 一万五千元 那么注意这里面 首先第一件事 一万五千元是不含增值税的收入 收入我们首先要给他减一个百分之二十 对吧 先要扣减一个百分之二十 再打折 好了 告诉我 然后第二个是什么 减除费用五千 第三个是什么 第三个就是这个一万五收入额的百分之二十 所以这就是我们当月用这个累计预扣法 扩出来的什么 累计的因那税所得额 对不对 按一下计算器等于多少 咱们就直接看答案了 这个收入额是乘以一减百分之二十 转据成本是百分之二十五 然后呢 好 一万二减去五千减去三千等于四千 好了 接下来大家会发现一个问题 注意这里的税率 记住 虽然它是劳务报酬 但是我们这儿用的叫做累计预扣法 所以我们的税率仍然是要用年度综合所得的税率表 好了 同学们到这儿 我知道了 这个同学们评论区的这个同学们 你就都崩溃了 对不对 这要大家记得的东西太多了 所以呢 我说这块的计算是什么 是拔高 好 有几个项目需要大家知道 首先第一 我们这是用累计预扣法计算 对吧 第二 累计预扣法的公式拉在这了 好 累计预扣法的公式拉在这之后呢 注意这里面 费用减除是5000元一月 展业成本 这是第三件事 要求大家记住的 展业成本是25% 那么最后最后 因为它用的是累计预扣法 我们在最后找税率表的时候 仍然是找那个年度综合所得的税率表 好吗 有点说展业成本不用分开来算 直接花钱就可以了 可以 没问题 对 你要直接简化的话是什么 用收入额乘以为括号 一减二准二准 对吧 然后有天有天问他们这个社保呢 记住哈 他们在每个月用这种累计预扣法的时候 他们暂时先不扣那玩意儿 他们到最后如果你交了社保 到年度算总账的时候 再去扣 咱们这是预扣预缴 那最后最后要求大家熟悉一件事 请问同学们 刚才咱们讲的是预扣预缴的时候 对不对 那我问大家年度应纳 如果我兼职卖保险 我是一个保险营销员 他这是一个劳务报酬 我们怎么寄到综合所得去 对吧 有天说了 这直接寄60%行不行 可以 没问题 然后别忘了 如果有其他税费 还有一个扣减那个附加税费 但是这玩意儿呢 基本上不会有 考试不会再为难你一个附加税费 所以用这个寄到哪儿 寄到我们的收入额当中去 这是让大家记得最后一件事 听明白了吗 寄到收入额当中去 好了 那同学们 这就是我们保险营销员 这就是我们保险营销员 证券经纪人的 来 接下来 我们这里面给大家解题高手里面 总结了 预扣预缴的 年度算总账的 到底怎么算 哪一种扣除项目 专项扣除 专项附加扣除 还有我们的税率 预扣率 等等 同学们 这个表格 你们留给你们做课后作业 所有的内容 咱们上课上都已经讲完了 而且我已经带你们总结过了 课后作业 自己通过这张表格 自己去复习 熟悉这个计算 好不好 OK 好了 难呢 咱们就过去了 现在呢 你们可以成口气了 后边呢 不打 没什么特别的 来 非居民 首先考你们 非居民是什么标准 非居民 来 看谁记得清楚 首先第一 他必须得无住所 无住所且在中国境内居住 累计居住不满123天 或者无住所又不居住 对吧 这是非居民 那非居民 咱们说了非居民提问 提问 非居民有没有综合所得的感应 告诉我 没有 为什么没有 他取得了工资薪金 劳务报酬 搞酬特权的时候 他不用按年度汇总 他没有汇总这件事 也不需要汇总 那不需要汇总怎么交税啊 每一次人家给他发的时候 扣奖义务人 工资薪金就按月扣税 按月交税 不用算总账 您这一个月扣下来的税 就是您应该交的税 那如果说劳务报酬 搞酬特权使用会呢 按次 这一次给你扣下来的税 就是你应该交的税 好 到这儿 税率表 注意 因为它是按月 或者是按次交税 我们前面那个综合所得的年度税率表 同学们还能用吗 同学们还记不记得我们年度税率表是多少 是到三万六第一个层级 第二个层级是三万六到十四万四 所以那第一个层级说了 这个税率是三 速算扣除数是零 第二个层级 税率是十 速算扣除数是二五二零 同学们 这是我们那个年度表 你想想啊 你要是按月 或按次给他发工资 您用这个年度表 同学们 你觉得行吗 行吗 不行 为啥 好家伙 您这一个月的工资 十四万四 什么人挣付钱 对吧 那就是九成九 九成九成九 99% 99.999%的人 都不需要给他扣个税了 所以怎么办同学们 所以我们拿这个年度表 所有的数除以十二 这里面除以十二 这里面除以十二 当然这个东西不是除十二的关系 来看 变成了我们的月度税率表 来 月度税率表 你会发现啊 这个急剧 咱们都是年度表 除以十二 变成了我们月度表的急剧 咱们年度表最高那个急剧 还记得是多什么 九十六万 那你看 月度表最高的急剧 就是八万 税率一样 但是速算扣除数是不一样的 这个表也不需要大家背 咱们题目会作为一致条件 给你表 但是你要记住 非居民证 用不用年度表 不能用年度表 非居民这给我写三个大字 用月度表 记在你的笔记区 怕你忘 听明白了 用月度表 记下来了 好 那么怎么算呢 很简单 计算公式就是应纳税所的额 乘以适用税率 减去速算扣除数 那如果你取得的是工资 薪金 每月的收入 注意这里面 虽然写着收入额 但是它就是全额的收入 收入直接减去五千 就完了 每个月 每个月减五千 也不用加 什么的 也不用成 也不用累积 什么都不用 很简单 一个月减五千 完了 然后呢 找表 在表里面找到了税率 找到了速算扣除数 就可以了 那么如果你赚到的 不是工资薪金 是劳务报酬 搞酬特许钱 使用费 注意收入直接乘上一个 一减百分之二十 然后仍然用前面 那个月度表 找税率 找速算扣除细数 搞酬再多乘一个 百分之七十 再多打一个七折 这就是我们非居民的 购税 我们说了 Hope才说了 18年之前的 咱们居民个人的购税 真的就是得算 18年之前 你们每个月赚到的工资 就是拿你的这个工资收入 减去五千 找表 在表里面看你是那行啊 然后给你乘上税率 减去速算扣除数 18年之前 如果您赚到的劳务报酬 搞酬特权使用费 算的方式 也基本上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这就是 过去的老黄历 对于这个非居民个人 直接沿用了过来 那好 综合所得 和非居民个人的这些 功劳搞特 咱们就讲完了 好了 同学们 你现在 你又可以啊 放松一下 下面 经营所得 首先同学们 经营所得 我告诉大家 我可以跟你说 一般情况下 注意我这前面括号 都不写了 一般情况下 同什么 同几岁 你想 一个个体工商户 一个个人独自企业 他一年从1月1号到12月30号 他经营完了 这一年算总账 对吧 按年计算啊 跟什么类似 企业所得税吗 企业所得税不也是企业 他得生产经营 但我这是老陈包子铺 我只不过是形式是个体户 对吧 老陈包子铺 从1月1号到12月30号 我也是生产经营 所以呢 经营所得税啊 同 企业 但是是不是所有的都跟起税一模一样 同学们 不一样 所以同学们啊 经营所得 我老说好学好学 怎么学啊 来 你想想 刚才我跟你说的一个背景情况 来 同学们告诉我 你经营所得应该怎么学 想想 我说了 一般情况下的规定都是同起税 那你怎么学啊 同学们 学那些跟起税 就不一样的 您得给我单独记 哦 这是经营所得 独有的 专用的 其他的您还用记吗 不用 对吧 简单说仨字 就是跟起税 找不同 同学们 所以咱们后边啊 在学经营所得这 用的原则就是找不同 听明白了 来 首先 请问同学们 税率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 跟起税呢 那是肯定不一样 我问你 跟咱们居民个人综合所得一样不 不一样 对吗 居民所得 综合所得是 一到七级 七级超额累进水率 这你会发现是 一到五 五级超额累进水率 所以同学们 你会发现 如果说你的收入比较高 你是不是 有一些趋势 有一些激励 你更倾向于 开个什么 开个个体户 开个个人独资企业 对不对 好 而且我告诉大家 在我们中国啊 过去 从这几个月 最近几个月开始啊 增管的变延了 过去 我们在中国这个广袤 土地当中 我们不光说 你是五级超额累进水率 我们压根就不用这个东西 我们直接给你核定征税 核定一个应税所得率 有的时候甚至给你核定了一个应纳税额 那请问同学们 你想想啊 你怎么能够说 说通过这种各读 投税呢 当然这儿啊 咱们今天这个多讲几句 我不是让你们去做这件事 那做这件事啊 它是铁令违法违规的 你们也都看到了 那些报出来的案件 对不对 我这儿就告诉你们啊 他们这个政策 他们是怎么钻的这个政策的空子 想不想听同学们 来 想不想听 好 怎么说啊 我这个人呢 假设啊 来 我赚到了一千万 比如说啊 这个直播带货 我呢 赚到了一千万 这个厂商呢 固定 还分成什么坑位费呀 提成啊 给了我一千万 好了 那如果说 同学们 我这一千万 假设咱们应该是作为劳务报酬 请问同学们 这一千万 咱们最高最高的 个人所得市的税率 达到多少了 这劳务报酬 咱们其实是要并入到综合所得里面 综合所得的那个年度税率表 你们也看到了 只要你是超过96万元以上的部分 您的税率是多少 那好了 这一千万 咱们就假设哈 那个96万以上的部分 咱们假设是900万 这一千万其中 我们有900万 请问同学们 我要交多少税 将近一半的税 您得交 至少得交450万左右的税 咱们就减算了哈 450万左右的税 如果 你看 我按照正常 按照我的综合所得 正常按照我劳务报酬 咱们就正常交税 你会发现 这个如果您赚一千万 就是您比这个96万 高的越多 你实际上 基本上您的税率 基本上叫边际税率 就是45% 你说我辛辛苦苦 赚一千万 我450万都要跟 售局交税 该儿童 对不对 该儿童 怎么办呢 好 这一千万呢 咱们乔装打扮 变成了什么 同学们 变成了我自己 在某某地方 设立了一个 个人独资企业 好 同学们 假设我就设一个个毒 对吧 那好了 如果我这个个毒 就是正常缴税 一千万 超出五十万的部分 那个 税率表 还记得吗 超出五十万以上的部分 是多少 百分之三十五的税率 那假设我要设立个毒 你就算算 五十万以内的 咱们都不算了 五十万以上的部分 就是950万乘以35% 来同学们 帮我按一下算计 950万乘以35% 的多少 我需要计算计呢 待会儿你拿 给我按一下 交多少税 950万乘以36% 332.5万税 好了 第一种是最正常 最合规的保务报酬 第二种方式呢 咱们把它变成个个毒 变成个毒 它就变成经营所得了 有没有 好 请问同学们 来想一想 你看啊 您这一下子换了个形式 您就少了一百多万的税 你开心 你不开心 那要说这个人呢 如果你知足 你就用这种方式 对吧 你也没有就是欺人太甚 你就少交了一百万的税 但是呢 人吧 作为这个人 就有问题 人不满足于这些金额 人家啊 你别看人家赚一千多万 我跟你说啊 这赚的越多的人 越抠门 他想我能不能再少交点税 同学们 那这个时候 注意了 我各读 我找一些地方 比如说 我的那个什么江苏啊 什么山东啊 包括四川啊 包括安徽啊 很多地方小城市 那个小城市呢 我给你一个核定征收 怎么叫核定征收啊 我们前面都讲过说 我这个 我是跟他说 没有账 没有账 我没法查账征收 对吧 你也不知道我账是多少 你也不知道我的这个 应纳税是多少 我也没法做纳税调整 收入成本费用啥也没有 好了 你就给我核定吧 你给我核定什么 核定一个叫应税所得率 那我就跟你说 我有一个收入一千万 假设你给我核定一个应税所得率 百分之十 好 一千万乘以百分之十 就是第三种情况 一千万乘以百分之十 请问同学们 这一千万乘上百分之十 您算出来的是多少 等于一百万 这一百万我说了 这才是我的 叫做什么 应纳税所得额 好了 那如果是一百万应纳税所得额 我们仍然按照经营所得的超额累进税率 同学们 给我算一算 一百万乘以百分之三十五 那等于三十五万 三十五万最后一个集聚得多少 你给我算算 来 三十五万最后一个集聚得多少 减去一个多少 有一个速算扣除数 我把前面那个减去 我都不翻了 我一翻就过了 减去六十六五五零零 对不对 好 六五五零零 就是说三十五万减去一个六万五 我等于五十八点 等于二十八点五万 好 我用这种方法 我只需要交多少税 二十八点五万的税 所以同学们 你看没看到差距 为什么这些人铤而走险 为什么那些什么那些这个小机构 那些什么咨询类公司 代账公司 给他们设计这种方案 这东西啊 说白了 就是在打我们法律的擦边球 这核定啊 首先第一件事 我告诉你 咱们这里面哈 有两层 你都是不对的 严格来讲 你都是不对的 那我啊 我不是 我在这给你们讲这个东西啊 我不是说站在一个什么道德的制高点 对吧 咱们就是讲合法合规 对吧 我告诉大家 哪不合法 哪不合规 来第一层 我这东西啊 是我因为非雇佣 对外做的一个劳务报酬 对吧 它的本质是劳务报酬 但是呢 我不说我不跟他签劳务协议了 我自个儿开个公司 但是您取得的收入的性质 它本质上来说 咱们是本着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 我不看你设计的是什么公司等等 你签的什么合同 您的实质就是一个劳务报酬 好 第一个叫做改头换面 这玩意儿 我告诉你 现在的征管环境下 这第一件事 您就做错了 您本来是一个劳务报酬 您现在给他改头换面 给他洋装成一个经营所得 这件事就不对 好 第二层 这就是乱用核定 什么叫乱用核定征收 人家核定只适用于特殊情形 应这个没有账簿的 应该设账没有设账的等等 无法查账的等等 但是这儿呢 我们滥用了这些核定征收的政策 所以这两层您都有错误 听明白了没有 所以同学们 所以这里面 我们就简单的跟人家说了一下 它到底是什么原因 好不好 有点说第一个 很多都是这样筹划的 是的 在过去我们的这个增管环境 没有那么严格的时候 我们就是 所有机关 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对吧 但是现在我跟你说 我很早之前 我就跟他们说过 我说这事 今天不管你 不代表未来 不管你 现在呢 近几年经济不好了 国家这个财政收入呢 可能降低了 对吧 那我就翻回来看看 是谁在我的眼皮子底下 你就敢在这个违法的边缘试探 我就要把你的税给我 增上来 听明白了没有 你看啊 这 这个某网红头 不女主播 这一下子 这么多 十几亿 我的天啊 同学们 所以这个时候啊 这些征管的内容 这就是咱们的扩展了啊 为了让大家 这个舒缓一下 我把你们扩展一下 来 马上学知识点 来 首先计算公式 这很简单啊 全年的收入 您可以扣成本费用税金损失 同时啊 亏损弥补 跟企业所得税一模一样 只不过您括号里边 算出来了应纳税所得额之后 要用五级超额累金税率 明白 所以这是计算公式 没什么特别的 那么这里面 来同学们 找不同了啊 回来了 说了 找不同 首先第一 费用减除 如果我不工作了 我开了一个老陈包子铺 那你说 我跟那些上班的相比 他那些上班的人 正常赚工资 每年可以扣什么 六万社保 专项附加扣除 那你说我 我也是为这个社会贡献了 我也开了一个老陈包子铺啊 你说你不让我扣这些东西 公平吗 同学们 不公平 所以你看啊 如果我开了一个老陈包子铺 我没有取得综合处的 我没有工资 薪金 劳务报酬 搞酬等等 我只是开了一个老陈包子铺 赚到了经营所得 好怎么样 我能不能扣 能扣 费用减除 专项扣除 专项附加扣除 我都是可以扣的 公平原则 对吧 你上班的 一月到十二月 正常上班班专的能扣 那我这 我开了一个包子铺 我也能扣 咱们都是靠自己的劳动力 养活自己 所以费用减除 第一个项目 发新的 跟企业所得税 不一样的 得给我记下来 记下来没有 好 第二个 应纳税所得的确定 这页呢 没什么特点 如果你是个人独资企业 那就是投资者 全部的生产经营所得 就是应纳税所得的 那合伙企业呢 四个字 叫做先分后税 合伙企业本身 不交所得税 这个咱们之前已经讲过了 所以在这呢 就不再赘述了 它是分到 它的合伙人 那个层面 再由合伙人 去交所得税 好了 我们这 以个体工商户 为一个例子 个体工商户 经营所得 应纳税额的计算 全则发生制 为基础 为原则 一样不一样 跟企业所得税 一模一样 没有区别 收入总额 包括什么 来看看 一样不一样 那基本上 也是一样的 货币形式也算 非货币形式也算 卖货的 劳务的 准让财产的 等等 这都算 没问题 所以这些都是属于 收入总额 一样的 就不用单独去交 来 成本费用 这儿呢 基本上都是一样 没有什么特别要说的 那么注意这点 损失 发生了损失 仍然得按照一个 净损失的原则 您损失了一千万 找人赔了一百万 保险公司赔了你二百万 您的净损失就是七百万 所以这儿您仍然是要扣净损失 跟企业所得税没什么区别 都一样的 后面第二条 支出应当区分全收益性支出和资本性支出 同学们 这句话 谁能给我解释成白话 评论区 我解释一下 给我解释成人话 什么意思 该资本化的 您得资本化 不需要资本化的 我们再作为成本费用 在当期扣除 对不对 这就是白话 跟企业所得税没有区别 仍然是您该资本化的 得资本化 具体扣除项目极其标准 来这儿呢 就找不同就行了 咱们刚才说的第一个不同 是那个费用减除的不同 对吧 第一个不同 费用减除的不同 接下来了 第二个不同 来找找 现在说工资薪金 工资薪金分为了两列 一列是从业人员 一列是业主本人 请同学们告诉我 哪个跟企业所得税不一样 来 工资薪金 从业人员什么意思 就是给我打工的 业主本人什么意思 就是我老陈 对吧 这就是业主本人 所以哪个不一样 业主本人的不一样 不一样在哪 业主本人的工资薪金 不得在税前扣除 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呢 如果你没有综合所得 允许扣那个六万块钱一年 这咱们前面收购 所以你业主本人工资薪金 不得扣除 给我记下来 这不一样 社保公资金一样不一样 按照国家标准 奖赖的准欲扣除 一模一样 来 第三行 补充养老保险 补充医疗保险 找不同 来 补充养老 补充医疗 找不同 从业人 从业人员的没问题 跟企业所的税一样 关键的是 不一样的是在这 业主本人的补充养老 补充医疗 你不是得按照那个工资 基数乘以5%限额扣除吗 但是我这个业主本人 我的工资压根都不能扣了 所以这怎么办 这直接按照上年设评工资的三倍 作为基数 用这个的基数乘以5%的比例 限额扣除 所以这是第二个不一样的地方 好吗 商业保险费不得扣除 都是一样的 特殊公众职工的人身安全保险费 财产保险费准语扣除 这都是一样的 一样的大钩 你就不用单独去记了 那么再来 税优型商业健康险和税收地业型 商业仍然是 如果你没有综合所得 作为其他扣除进行扣除 下面一项 三项经费 三项经费告诉我 一样不一样 这边 一样不一样 仔细看 仔细看 三项经费一样不一样 这是什么 就是原则是一样的 仍然是实际发的 那个工资薪金的 百分之 职工福利费是百分之十四 工会经费是百分之二 但是 注意 这没写错 职工教育经费 在我们算经营所得的时候 您那个从业人的比例 是百分之二点五 这个呀 是企业所得税里面的旧规定 企业所得税 我们会来调什么一次 从百分之二点五 调到了 增加到了百分之八 所以这是企业所得税里面的旧规定 所以这二点五 单独计 我再说实际上是不是忘记干了 那你得问问这个社务局的这个老师们 右边 业主本人一样不一样 同学们 只要是 你就记住 只要涉及到这个业主本人 我们是以他的工资算的东西 我们都是以上年设评工资的三倍 为计算技术 比例跟左边是一样的 所以这儿画下来 我让先画下来 单独记一下 所以这是三项经费 好了 三项经费说完了之后 其他各项支出的扣除标准 这儿呢 咱们就不逐项去讲了 每一项我告诉你 一样不一样 第一项 借款费用 利息支出 借款费用咱们讲的是 该资本化的得资本化 不需要资本化那个利息支出呢 好 金融企业的巨石扣除 非金融企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 好 跟企业所得税一样 第二个 业务招待费 按照实际发生为的60% 同时不得超过当年销售业收的千分出口 告诉我 一样不一样 一样 这个标准啊 您企业所得 您得倒背如流 同学们才行 这是我对你要求 广告费业务宣传费 一样 跟一般规定是一样的 没有说那些什么化妆品制造啊 生物医药啊 饮料啊等等 没有 所以呢 同一般规定 同一般规定 15%限额 那就是一样 后面公益性捐赠 注意这儿 不一样 这儿不一样呢 咱们在这个 金融所得的这儿 咱们不单独去讲它 为什么呢 我告诉大家 在我们个人所得税的这个世界里面 这公益性捐赠啊 不光是在金零所得 你在综合所得 然后呢 以及你在各项分类所得当中 都是允许你扣除的 所以咱们在这儿呢 不用单独记 这一行呢 咱们待会儿 不是待会儿 我们下节课 会有专门一块内容 讲公益性捐赠的扣除 但在这儿 你就记住 它是不一样的 主要不一样在哪儿 同学们先跟我回忆一下 企业所得税 扣除限额怎么算 企业所得税的扣除限额 是用利润总额乘上一个 百分之十二 这是一般的公益性捐赠 对不对 好 那么这儿 它是按照应那税所得额的 百分之三十 所以这个呢 先有个印象 咱们呢 随后又专门一截 是单独讲他的 研发费用这个呢 就简单了解一下就行了 没有什么特别的 其他的什么摊内费 什么协会费 劳动保护费 租赁费这些东西呢 都是可以扣除的 所以这儿同学们 这就是我们经营所得 我们是以个体工商户 进行举例 接下来不得扣除的项目 个人所得税税款不能扣 跟企业所得税一样 类似 对吧 企业所得税税 咱们说的是 企业所得税税款不能扣 咱们在这儿就是 个人所得税税款不能扣 第二项一样不一样 一样 税收支纳金 罚金罚款和罚末 都是不让扣的 起税也不让扣 个税基因所得证 也是不让扣 第三个 不符合规定的捐赠支出 赞助支出不能扣 第四个 单独记一下 用于个人和家庭的支出 注意这里面 其实 你怎么理解它 你开这个老陈包子铺 前面是包子铺 后面是我住的房间 所以这种时候咱们经常会发声 有的时候咱们把一些个人的费用 家庭的费用 就往这个包子铺的账里面扔 这种时候 从根上来说 从实质上来说 它就是属于跟你这个包子铺 生产经营 无关的支出 所以不得扣除 所以这一项呢 单独记一下 这个是你个人的 是你家庭的 跟你这个包子铺的经营没有关系 所以肯定是不能扣的 还有如果你是带你的员工 或者是他人负担的各式的税款 肯定也是不能扣的 所以这是不得扣除的项目 好了 最后还有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 我说了前面我们是包子铺 对不对 老陈包子铺有门俩 后边就是我住的地方 那同学们你想一想 我交那个水电费 咱交水电费怎么交 那肯定是 前面的门俩 后边我的住房 我一块交 对吧 我交电话费 宽带费我怎么交 那肯定也是一块的 对吧 用一条宽带线 交一份宽带费 所以同学们这种情况 咱们由于是个体工商户 它经常会发生什么 混用 难以分清 注意这里面 是叫混用 什么意思 你告诉我 跟前面这个画星这项 有什么区别 评论区告诉我 别聊了 咱们马上把这讲完 咱们下课休息了 跟画星这块有什么区别 这是 专门用于您个人或家庭的支出 您这是 知道说这个玩意儿 就是专用于我个人家庭 后边呢 这是您混用 就我明知道这个东西呢 我的包子铺也用 我后边我个人家庭 房子我也用 生活居住我也用 所以这就是区别 前面是那个专用的 后边是混用的 混用的 画分不清的 允许扣多少 允许扣40% 另外60% 不得扣除 这是不一样的地方 好了 同学们 那么到这儿 咱们简单的给我梳理一下 不能 不同的项目 与起税 不同的项目 通过这一张梳理啊 希望帮助大家记忆 来 更为奇想 第一个 费用减除 如果您 没有取得综合所得 您的生计费能不能减 能减 您的专项扣除 您的专项附加扣除 还有您依法确定的 其他扣除 都能减 但是前提条件是 没有综合所得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同学们 业主 本人 业主本人有好几项 是不一样的 咱们说了 在这个经营所得里 业主本人 它非常特殊 老陈子个儿的 首先 工资能不能扣 业主本人 工资不能扣 对吧 业主本人 除了工资不能扣 第二件事是什么 补充养老 补充医疗 按照什么 上年 摄平 工资 三倍 作为基数 再去乘以 百分之五 这百分之五是一样的 好 业主本人 还有什么不一样 跟我一起想 业主本人 还有什么不一样 三项经费 三项经费 咱们仍然是按照 上年 摄平 工资 然后呢 乘以 百分之十四 百分之二 注意这里面 职工 教育 经费 是 百分之二 点五 这就引出了 第三条 不一样的 职工 教育 经费的 扣除比例 不一样 好 再跟我想 除了这几项之外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跟企业所得 是不一样的 我想一想 我们在 取得到个人 和生活 家庭 等等 个人生活的 如果我们是专用于家庭生活的 肯定是不能扣 那如果是混用的情况 百分之四十 允许扣 另外百分之六十是不得扣 对不对 好 还有个不一样的 那就是我们到最后再去讲的 公益性捐赠支出 当然那个研发费用那块也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但是那个不是重点 大家自己看一下就行了 好吗 来 这张图是帮大家总结的 跟起税不同的地方 所以你看 乍一看 其实没那么多 对不对 来 当然了 还有税率是不一样 那个税率咱们就不说了 来 三二一截图 写完图之后 咱们课间休息十分钟 回来继续 好吗 好了 今天的任务比较重 我们坚持一下 好 对啊 写三倍 课间工资不是三倍吗 三倍 少写三倍 好了 课间休息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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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